近日沉寂了许久的王飞 谢霆锋突然同时现身在了北京机场 王飞头扎俏皮小便 手被谢霆锋钻在手心 此前已经传了很久的两人在分手的消息 此次两人高调牵手 无疑是历迫了分手传闻 王飞是陪同谢霆锋去香港参加活动 就在3月16日 办完了事情的两人又被拍到出现在香港机场 准备返回北京 王飞换了发型和服装 谢霆锋上下服装都更换了 唯有头上的帽子没换 两人这次没在牵手 一前一后步履匆匆 还有工作人员阻挡媒体拍摄 不过两人站上电动扶梯时 王飞竟然十分温柔的 往前方的谢霆锋身上靠了靠 似小鸟一人 很少见天后这般模样 看来二人的感情非但没有变淡 反而十分稳定 王飞这些年一直处于十分低调的状态 很久没有拍过电影 与爱人复合后倒是有了事情 这次被拍到跟随谢霆锋从那家活动 以后想必陪同来回飞的次数也不会少 谢霆锋倒是事业稳定 还将自己热爱的烹饪做成了工作 人到中年 事业再上一层楼 不得不佩服他很有头脑 谢霆锋在香港的这几日挺忙 参加了2023英皇电影巡礼 接受记者采访时 拒绝提到任何关于王飞的话题 只在被问到是否与王飞合作拍电影的时候 冷冷回应一定不会 也许是为了保护与王飞两人的感情生活 谢霆锋才不愿与旁人分享 毕竟公众人物也是人 都有私生活 谁都不希望过度曝光 不过谢霆锋谈到电影的时候 倒是滔滔不绝 谈论工作相关的话题 刚好迎合了活动的主题 也避免了私人感情话题 圈兵夺主的尴尬 圈内男女暧昧不少 闲有童话 风飞恋算是一个 从2000年公开恋情 到现在二三年的时间了 两人风风和和 甚至经历过各自婚娶婚嫁 兜兜转转又复合 戏剧化有甚 人生的二人突然宣布复合 继续风飞恋 相差11岁的姐弟恋本就可贵 始至不渝的姐弟恋 更是让圈内外生现 二人的圈内好友 见到两人复合不惊讶 感惊喜 纷纷送上祝福 一对真心相爱的男女 能够走到一起 谁人看了多欢喜 如今两人都各自做过了父母 谢霆锋前妻张柏志 生了三个儿子 独自活得美丽自在 王妃的前夫李亚鹏 也有了新女友 四个男女贡献了 看点十足的感情戏 最后各自纷飞 有缘的中右相聚 回首曾经 不过是陪着左翼段路 缘分未及的同路人而已 或许是不同年龄段的需求不同 也可能是人生的阅历建长 谢霆锋竟然不再像20年前那样 着急想用一枚戒指 将王妃拴在身边 两人再次复合后 没再提过要结婚的事情 每每被问到 也会含糊搪塞过去 或直接回答没有打算 2000年的世纪牵手 一晃23年过去了 结婚似乎对于他们俩来说 就只是一个形式了 一个53岁 一个42岁 一个知命 一个不惑 未来还有无穷的故事 需要两人牵手来看 于他们 深刻的爱 不需要被一个红本本套牢 无需承诺 却心有默契 不倾定终身 却早心有所属 这样的爱情值得羡慕 明明相差11岁 各自都曾有过婚姻 到底为什么谢霆锋心甘情愿 死心塌地的爱了王妃这么多年 或许一起看完王妃的故事 我们便能找到原因 要出道1969年 王妃在北京出生 她遗传了母亲女高音歌唱家 夏桂颖的好基因 从小就有一副好嗓子 算得上是老天赏饭吃 上中学时 王妃便加入了艺术团 独自登上了央视的文艺晚会 演唱了《大海阿故乡》 但是上了高中后 由于喜欢唱歌 不喜欢学习 王妃的成绩平平无奇 使得母亲很是生气 她把原因归结于音乐 不准王妃再花心思在唱歌上 生性喜欢自由的王妃 怎会服从母亲的管教 她在学校拜托老师 瞒着母亲参加各种文艺活动 为学校拿下了许多大脚 上学时候的王妃 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长得也漂亮 再加上她又会唱歌 动人的好嗓子 唱起歌来 要把人的魂都勾走 这样的她是全校男生的梦中情人 不过 无论那些男生 怎么想办法逗她开心 她都无动于衷 最多扯扯嘴角 小小的她 一心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 放飞着自己的梦想 恰好 当时有一家唱片公司 打算找新人歌手翻唱邓丽君的歌 发行一张全新的专辑 在偶然听到王妃唱歌后 那家公司的老板 当即决定由她来演唱 就这样 王妃在1985年 有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 《风从哪里来》 两年后 王妃成功考上厦门大学 但是她并没有乖乖去上学 而是选择跑到香港 去找自己的父亲王又玲 知道女儿退学后的夏桂颖 无比反对 但是王又玲 却对王妃十分纵容 在她探来 自己的女儿不一定要有多高成就 只要活得开心 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于是她支持王妃追求音乐梦想 甚至带着她拜访 也在香港的音乐教父戴思聪 当时的戴思聪 已经培养出了梅艳芳 刘德华 郭富城等知名艺人 但是当听到王妃的歌声后 她还是答应了收她为徒 并且开始教导她声乐 过了一段时间 在老师的推荐下 王妃签下新艺宝唱片公司 改名为王静文 正式成为了一名歌手 二成名1989年 王妃发行首章专辑 王静文销量高达三万 拿下了金唱片奖 但是港人的排外意识很严重 很多人都不是很喜欢王妃 尽管她的专辑卖的红火 仍有不少人嘲笑她是图老帽 尚不得台面 后来王妃又接二连三的 发行了几张传记 但是销量都一般 反响也不如意 用着公司起的一名 做什么事都要服从公司的安排 做出来的成绩又差 这样的日子让王妃无比郁闷 苦不堪言 她开始处处寻找发泄情绪的方式 去各种酒吧敌厅厅摇滚乐 就是这个时候 她认识了黑豹乐队的蓝树 在和蓝树谈了一段时间恋爱后 王妃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 是黑豹乐队的另一位成员 窦维 尽管当时的窦维已经有了女友 王妃还是毅然决然的拉起了窦维的手 在那之后 王妃的经纪人嫌弃她成绩不好 转手将王妃和公司的经纪合约 卖给了台湾的滚石唱片 不愿服从安排的王妃 扭头选择了出国深造 而窦维也因为抢了兄弟的女朋友退出乐队 再也不能唱黑豹的歌 即使出了国 二人依旧保持着书信来往 维持着那段感情 1992年 王妃结束美国留学 回到了香港 在老师戴思聪的引荐下 她迁到了音乐经纪人陈佳英的手底下 开始准备发行第四张专机 与此同时 窦维的女友发现了她和王妃的感情 挣扎过后选择了放手 留下王妃和窦维二人温爱 当年8月 王妃的第四张专机 Coming Home问世 短短一周内就肃庆 这下王妃才真正出了名 成为了人尽皆知的歌手 后来华南水灾 在筹款的演唱会上 一位名叫谢霆锋的小粉丝 央求王妃在她的牛仔裤上签下大名 彼时窦维千元魔言唱片 发行了专辑黑梦 也成为了一名知名歌手 并且在拍摄专辑封面时 她认识了新的姑娘 摄影师高原 三爱情1994年 王妃首次在香港红盘体育场举办演唱会 这一开就是连着18场 那时的她在舞台上张扬自由 肆意洒脱 窦维坐在角落 悄悄为她和声 同年 她出演王家卫的《重庆森林》 一举拿下多个奖项的最佳女主角 就是这年 她撩拨着头发 说出了自己的最大烦恼 太红了 彻底火爆的王妃 将王静雯改回真名 搬到四合院和窦维同居 于计在他们家门口蹲了一夜 拍到了出门到谈鱼的窦维 和捂着鼻子上公共厕所的天后王妃 1996年27岁的王妃发行专辑浮躁 在海外知名度大增 登上时代封面 与此同时 她怀上孩子 开始和窦维筹备结婚 而这时16岁的谢霆锋才刚刚出道 本是为了替父亲谢贤赚钱还债 却因为顶着新二代的名字 被观众抵制 差点推出娱乐圈 1997年 王妃生下女儿 取名窦镜同 本以为有了孩子 三个人的小家会幸福美满下去 但是事业持续下滑的窦维 却选择了放纵 她和几年前认识的摄影师高原关系 好到共处一室同睡一床 被王妃和奈英抓到 1999年 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 窦维和高原同游日本 王妃带着女儿飞往香港 在跟窦维离婚后 有媒体采访王妃问她 要不要给彤彤找一个爸爸 王妃直接反驳说 她有自己的爸爸 我要找 也只是找我的爱人 王妃说到做到 四年便牵起了20岁正当红的谢霆锋 出现在众人面前 自1996年出道以后 谢霆锋不断努力 四年内还清了父亲的债务 还变成了香港正当红的艺人 这样的她 终于有资格牵起 那个早就火到爆棚的天后王妃的手 对她说一声爱你 在一起之后 谢霆锋和王妃又是戴情侣戒指 又是闻了相同纹身 尽管二人相差11岁 这段感情依旧无比甜蜜 令人现眼 四婚姻2002年 谢霆锋认识了张柏芝 两人很快被拍到同游泰国 不久后 张柏芝拍戏受伤 谢霆锋又出现在医院探病 每次王妃一出现在公众视野 无可避免会被问到 你跟谢霆锋怎么样了 虽然王妃总是表示 我的事没有必要告诉你们 但是还是不堪其扰 不久便跟谢霆锋提出分手 在那之后 王妃在打麻将时 认识了32岁的李亚鹏 李亚鹏对王妃一见钟情 为了哄她开心 花了100多万 请朋友来看王妃的演唱会 天天给她发冷笑话 久而久之 王妃终于被她打动 在2005年7月领证结婚 4年生下了李亚 尽管怀孕时已经检查出来 李亚是兔春 王妃依旧选择将她生下来 等她长大了为她治疗 还专门成立了基金会 治疗兔春儿童 或许是受到刺激 同年下半年 谢霆锋也和张柏芝领证结婚 2008年 张柏芝和陈冠希的照片曝光 一开始 谢霆锋并不在意妻子的过去 坚定的选择了不在乎 可是2011年 张柏芝恰好和陈冠希同坐一班飞机 还不知为何故意索要了一张合照 谢霆锋终于对她失望 选择离婚 而王妃和李亚鹏 在结婚后发现双方并不如想象中适合婚姻 王妃是一个单纯天真的浪漫主义者 他会关心李亚鹏为了送她钻戒 用来装饰的冷冻蝴蝶是否还活着 而李亚鹏则是彻头彻尾的实干主义者 他只关心自己送给王妃的钻戒大不大 亮不亮 而且在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李亚鹏只顾着商业 很少关心家庭 他对王妃不了解到 连他最喜欢什么歌都说不出来 还会在各种商业活动上 借着王妃的名气 宣传自己的商业计划 结婚十余年 二人的婚姻终于走到尽头 五回到七点 2014年 有媒体拍到王妃和谢霆锋接吻画面 兜兜转转十几年 二人又重新牵手 弹起了那段尚未完结的风飞恋 在豆威看来 王妃是一个用坚硬的外壳 伪装自己的女强人 在李亚鹏看来 王妃是一个传奇 而在谢霆锋看来 王妃却只是一个单纯天真的小女孩 或许王妃曾经对豆威 也有着刻骨铭心的爱 在自己最懵懂无知的时候 爱上一个玩摇滚的 有着自由的灵魂的青年 想来也无比难忘 只是那样的豆威 确实足够潇洒 潇洒到一心 只有自己承担不起 给王妃一个家的责任 而谢霆锋则不然 王妃给了他多少爱 他便回过来多少爱 甚至还会多出几分 这种充足的确定的爱 让王妃几经辗转 依旧选择和他拉手 而王妃身上随性自然的迷人特点 也让谢霆锋久久难忘 倘若真的要问 为什么谢霆锋死心他弟的爱了王妃这么多年 答案很简单 因为爱情 就是这两个虚无缥缈的字 如一根细细的死线 牵扯着二人绕来绕去 又回到了新的气点 或许就像王妃歌里唱的那样 等到风景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他和谢霆锋两个人一路走来 经历了太多太多 有过成名的快乐 也有过情感失忆的失落 真的经历过那么多之后 再次选择携手相伴的二人 才真正过起了简单普通的生活 既然如此 那我们这些看客唯一能做的 就是祝福王妃和谢霆锋 能够恩爱如初 长长久久